欢迎您欢迎来 今天节目我们请到的嘉宾是 金道集团投资研究主管 郑广富先生 再次欢迎您配彻 我们来关注到下一个焦点 我们来看到在周四欧洲央行 是公布的六月货币政策会议基要 对于贸易紧张局势表达了担忧 同日也是发布的英国脱欧白皮书 也为欧元区经济在天不确定因素 本周四欧洲央行公布六月货币政策会议基要 基要显示利率将维持在当前水平直至达成通胀目标 并表示由于不确定性依然存在 将根据经济数据对结束Q1的时间保持谨慎 在利率指引方面 管委会认为保持利率指引的开放性特征非常重要 欧洲央行有关利率将保持在记录低点 至少持续至2019年下级结束的政策 在提供精确性和灵活性之间取得良好平衡 而经济展望方面 欧央行决策者表示 担忧贸易紧张局势可能导致信心普遍下降 认为全球经济增长面临下行风险 与此同时 英国政府也于本周四发布了脱欧白皮书 根据白皮书提议 英国与欧盟将就货物自由贸易达成一个共同规则 并与欧盟就便利海关安排达成协议 在服务贸易方面 白皮书则称 英国将寻求自由规划自己的道路 这意味着脱欧之后 英国包括金融业在内的服务业将无法轻易进入欧盟市场 不过有分析指出 英国的设想可能不被欧盟接受 欧盟也一再重申 金融监管的互认协议不适用于英国脱欧 主要原因是英国不愿意遵守欧盟的单一市场规则 亚太第一位是综合报道 好 佩特 这一段我们主要来聊聊英国和一些欧盟的事情 我想说我们来说到英国的脱欧 那么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在英国脱欧的这一段的进场当中 可以说是屡升变数了 所以您觉得在明年三月份 它究竟能不能够顺利成章的来脱欧 而且对于英镑接下来要怎么走 明年三月一定要脱欧 但是我们看到最近市场关注的是 英国可能要面临一个会不会硬通欧的情况 或者说我不知道到底英国现在要怎样 因为之前是担心有一个硬通欧 所以英镑下跌 但现在门淳山就是推出一个软通欧的计划 但又被批评 好多内阁阁员又辞职这样子 那似乎就是说软又不行 那影响怎样呢 现在目前问题其实我们看到 英国主要经济的增长 主要是集中在服务业 尤其金融业 那这个占了百分之超过百分之八十 那其他方面只是十四左右 百分之十四 所以这个英国不 就是拿着那个服务业的那个权 控制权不放 这就是这个原因 那但是这方面货品货物部 这样流出流进欧盟 这个无所谓 因为这个占的比重很低 但这个就是说 在这方面如果不能达成协议的话 那欧盟也不让你进去 那可能英国也不让你进来 那这样的话可能会不会就造成一个 另外一个危机会不会就是 看金融企业他们的选择是怎样 可能真的面临一个另外一个危机 就是说大量的金融企业回到 就是搬回到欧洲大陆 回到比如说法兰克福这样作为一个基地这样子 那这个可能会造成对英国经济的冲击 那你说软通或者是现在还有很多变数 我们不知道后就到了那天或者在之前 会不会真的达成一个协议或者有一些退让的话 这个还存在变数 所以这个很难说 但英镑暂时来看的话 技术上似乎在最近在1.30的水平应该是有支持的 但要回到之前那个 因为我们看欧元其实已经回到 如果以通欧的就2016年那天来算的话 其实欧元已经回到那个价位以上 但是英镑还没有回到1.5以上 所以这个还是反映说市场认为这个通欧事件 还是会困扰的英镑会加 所以再次来看它不会大跌 但是你要大涨的话 似乎这个因素也没有 可能市场潮的短期之内 可能一定要集中在下月的那个英文银行的议息 这个有可能 英文银行有可能加息 那我们看到昨天美国公布的六月份的通胀 上升到百分之二点九 那下个礼拜三英国也公布最新的通胀数据 那也有可能通胀率从百分之二点一 涨到百分之二点五 这个有可能会对英镑造成一波的一个上涨 但要突破 比如说上面要涨到 突破1.33或者涨到1.35了 是有点困难 但是以现在全球经济来看的话 其实这个欧盟当然也喊话 这个特朗普就说 你不要再缺少你唯一的几个盟友了 从现在来看的话 究竟是欧盟更需要美国 还是美国更需要欧盟呢 那如果从特朗普的角度来看 他就是觉得你需要我多一点 欧盟需要美国多一点 那从贸易上来看确实是的 那欧盟除了内部的贸易之外 第一大的贸易顺差国是美国 然后一个头一个脚 就是贸易逆差国最大是中国 所以这个就是说他 当然我觉得就是说你要出现一个贸易逆差 就是你需要我的产品 你才会买进我的产品 或者说回流 我把我的生产基地在你国家设 设下我的生产基地 然后回流到自己的国家去卖赚钱 这样会出现一个贸易逆差的情况 那赚钱的话 但是我觉得从因为美国英国一些发达的经济体 他们都不是集中在 就是那个经济增长不是集中在贸易方面 全部都是在内部的消费 所以这个我觉得 这个从数字上或比率上来看 或者说大家其实都可以 因为欧盟的设置或者欧元区的成立 就是要对抗美国的单一这个强权 这种可能性 就是对抗他 所以这个你说欧盟要依赖美国 其实他是主要是不希望要依赖美国 所以这个情况就是 所以这个很难说这个 哪一个需要哪一个多一点 但是从目前角度来看 贸易战如果继续打下去 其实一定会造成双方的一些损失 但是这个很难说这个到底 因为不会有结束 对啊 谢谢Petcher的分析 好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先到这里结束了 再次感谢的是郑广富先生 做客我们的节目 也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